14 万马币 你要选哪辆 SUV 这边是一辆全新的 Toyota Coral Cross 而这边是一辆 二手或者是 Recon 的 Toyota Harriot 价钱都是从 13 万起跳 一直到 14 万多 价钱那么接近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想选 那么这个 Toyota Coral Cross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啦 因为这辆 SUV 卖得很好 就是满街都看得到 所以大家对它来讲应该没有那么新鲜度 而这个 Toyota Harriot 就是出名的这个豪华 SUV 就是舒服跟这个豪华的代表啦 大家很多都是买这辆车的对不对 那么我知道会有人讲的 其实这辆车的定位不一样 拿他们来对比会有点不公平 可是最近就有读者问我们 他讲他的预算大概是 14 万令吉左右 这辆车的价位都很接近哦 要怎样去选 那么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出发点 去分析一下这辆车的优缺点给大家看啦 那么首先这个 Coral Cross 大家都知道 它是这个 TNGA 的车款 而这个老 Harriot 呢 基本上它就是 Toyota 老 Platform 的车型 它们的本质其实是有点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先从外观设计上面讲起来 外观设计部分的话哦 其实在 Coral Cross 呢 你还是可以体会到 它是现在一个比较流行的设计风格啦 就是有这个 Teton Running Light 跟这个 Projector 的头灯组 还有这个很大的水箱护照 所以其实如果只是单从外表上面来看的话哦 这个 Coral Cross 其实是稍微时尚一点点的 我个人就觉得这辆车很耐看 可是在放在这个 Harriot 的部分 这样子 Harriot 其实也是还不错的 不过 Harriot 对比 Coral Cross 呢 它就少了一点那种 Fashion 的感觉 因为毕竟它真的是上一个时代的车型哦 这辆车是2013年推出的 所以它的 Design 大概是 慢了一到两个 Generation 可是呢 在细节的精致度部分呢 这个 Harriot 还是吊打这个 Coral Cross 尤其是它那个头灯这个三立 Projector 你近看的话哦 它真的很精致 而且它的亮度其实也会比起 这个 Coral Cross 的 LED Projector 更好 所以这个外观设计的部分哦 如果讲今天你是可能一个比较 30 多岁的年轻爸爸什么的啦 我觉得这台车的外观设计 可能是比较符合你的需求 如果是讲今天你还是要顾及到一点 身份地位的象征的话 其实 Harriot 还是会比较好点 因为 Harriot 的外观设计真的是大气 那么在这个车身尺码跟底盘的部分呢 我们先讲这个 Toyota Coral Cross 啦 大家都知道它在 Coral Cross 就是这个 TNGA GAC 的平台打造的 那么这辆车有一个点我很惊讶的 就是它的 LED 高度只有 160mm 所以其实这辆车的驾驶感受呢 是目前 Toyota 所有的 SUV 里面 我觉得还不错的那一款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的轴距部分 它的轴距是 2640mm 车长大概是 4400mm 所以它的这个车身尺码是明显小于 Harriot 了 可是呢就是因为它这个 TNGA 平台 加入的关系 让这辆车有一点驾驶的去啦 就真的是一点驾驶的去 然后至于在舒适度的部分呢 这辆车其实它的后悬调采用的是这个 Torsion Beam 然后呢我就有去查一查 这个网络上这个车主的 comment 他们就讲 Corolla Cross 很弹跳 可是这几天我驾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辆车的 suspension 完全不弹跳 而且我还觉得蛮舒服的 就好像我回家的时候哦 路上有那个 bump 我直接飞过去 基本上它的这个余震 跟这个摇晃程度都不会太明显 所以我觉得这辆车的这一个 suspension tuning 给我的来讲是舒服的 那么在 Toyota Harriot 的部分呢 Toyota Harriot 它不是 TNGA 的车款 它采用的是一个叫做 New NC Platform 的这个底盘啦 所以这个底盘对于新一代的底盘呢 它在操控的部分呢 它就是稍微逊色一点 而且这个 Harriot 它的离地高度是 190mm 所以它比较高 重心比较高 所以开起来的感受自然是没有 Toyota Corolla Cross 那么好 可是它的底盘扎实度跟厚重度还是有在的 那么在车身尺码的部分呢 其实这一个 Harriot 就会稍微比 Corolla Cross 大一点 它的轴距是 2660mm 大了大概是 20mm 这个可以忽略不计 可是在车身的长度部分哦 它就达到了 4700mm 对比 Corolla Cross 长的差不多 300mm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两车赛百赛的话哦 Harriot 是比较大一点的 一般人买 SUV 它们就是比较喜欢那种高视野嘛 高视野的部分 其实 Harriot 可以给到的高视野会更好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Harriot 的后悬吊是毛底令 所以在舒适度的部分会比 Toyota Corolla Cross 更好 那么如果我要去形容呢 就是一辆是舒服 一辆是很舒服 就是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辆车卡起来 虽然讲没有什么个性啦 可是我觉得 Harriot 就可能像是 绿米水 Buddy Ice 就是你喝下去它不是讲很刺激的饮料 可是它就是喝下去还蛮不错 然后对你的身体有健康 它就是这样子的类型啦 买车除了底盘之外 还有一点要看的就是 Engine 这个 Corolla Cross 在马来西亚是有两个 Engine 可以选的 就是 1.8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 1.8 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那么我们间接出来的这辆就是混合动力引擎啦 如果是自然进气引擎的版本喔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39 PS 然后峰值扭力 172 Nm 然后匹配的是大家熟悉的 CVT 变速箱啦 然后这个混合动力的版本呢 它的综合最大马力是 124 PS 然后就是 ECVT 变速箱 那么如果你是要买 Corolla Cross 的话 其实我会建议去选这个 Hybrid 的版本 因为 Hybrid 的版本虽然马力 比这个自然进气的版本低一点 可是实际上 在四驱驾驶驶的话 因为它有电机辅助 它的起步会比较轻快 而且它的油耗会比较低一点点 然后重点是齁 大家都是吐槽马来西亚 或者泰国或者东南亚拿的 都是这个 Juul Engine 啦 没有错 你讲的没有错 这个 Engine 确实会 Under Power 一点 力是真的没有什么力 可是对于一般的日常驾驶一定是够的 你在 Highway 的话 它可能就会辛苦一点 然后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 Engine 其实就是一个经过验证的 Engine 啦 从以前的 Corolla Autist 用到现在 这个 Engine 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 而且如果是 N8 的版本 你拉到它 5000 转 它的 Engine 升级还是很细腻的 所以这个就是 ZR Engine 的优点啦 但是讲太多都掩盖不了它没有力啦 这个是世事来的 讲到这个 Hybrid 喔 一定很多网民会在下面 comment 讲这个 Hybrid 省油可是不省钱 Actually 没有这回事 因为 Toyota 给予这个 Battery 半年 Unlimited Mounted Volanty 如果你觉得 8 年不够 你还可以花钱再 Extendor 两年 我先不讲这两车你会不会用超过 8 年啦 单单这个 8 年 Volanty 包括 Battery 搬过利便器 包括 ECO 我觉得就只会飘价啦 所以这个东西 你们自己研究一下啦 我很久没有看到 Toyota 的 Engine 盖上面写着 Wolf Batic 的 Engine 啦 其实这辆 Engine 是一个很好料的 Engine 啦 它也是 ZR 家族的一员 它是 3 ZR 然后 Corolla Cross 是 2 ZR 啦 然后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呢 是 151 HP 风静流率表现 193 Nm 一样也是采用 CVT 的变速箱 当然你看数据就知道这个动力表现呢 是会比起这一个 Toyota Corolla Cross 的 1.8 NA 好很多 可是对于一些人来讲 151 HP 它还是不够 没有关系 其实这一代 Herion 是有一个 2.0 公升的涡轮增压 已经可以选择了 然后它的变速箱是 6 速的自排变速箱 那个 Engine 呢最大马力表现是 228 HP 风静流率表现 350 Nm 它的 0-100 加速大概是 7 秒左右 那个数据应该是不错的 不过呢如果你是要买到 2.0 Turbo 的 Herion 的话 价钱就会比较高一点啦 我个人推测应该是要 14 万 15 万左右啦 所以这个就看你个人的选择 但是吼 如果是讲你今天是要求一个 比较有高质感的乘坐体验 然后很舒服的车 动力里没有这样大要求的话 这个 2.0 的 Na 其实够了 那么这个以上呢就是这两辆车 Engine 的区别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它的内装跟它的这个空间表现 正面观的东西是很个人的 你觉得这辆车的内装美不美那个是个人的自由啦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还是蛮喜欢这个内装设计的 我喜欢它的点在于就是一切布局就是触手可及啦 这样讲如果我在驾车的话 我要去调冷气 我要去调风量 或者是我要去调其他东西就是我伸手就可以了的 这样子的设计虽然讲可能很多人是不喜欢的 就是太多的实体button啊 但是其实你盲操作上面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叻这个footbrake 也是很多人comprehend的点 大家要知道我本身的车是有电子手刹车的 但是我在开这台车的时候 这个footbrake我觉得问题不大 我是可以接受的 只是我要吐槽的就是 门板这边没有一个位置可以给我塞手机 这个我觉得就有点fail了啦 那么这个CORRA COST呢 它的整体的内装设计风格 是一个比较New Generation 的 Toyota 设计风格 它的steering 跟它的meter 都 最起码你看了会比较现代化啦 然后这个出品主机我觉得 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个cable而已 可是它还是支援这个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啦 在椅子的部分哦 这个椅子我有去收集这个用户的反馈 他们就讲这个椅子其实是比较偏硬一点 可是因为我的背痛 长期痛 我的背不是这样好的 所以我坐在这种比较偏硬的椅子上面 我反而会觉得舒服一点 这个是我喜欢的东西 但是也要看你的需求在哪里啦 然后就是这个Toyota Corolla Cross 呢 你只要买到V或者是Hybrid 的版本 它就有这个Toyota Safety Sense 的功能 像是ACC 等等等等什么都有 因此这个内装我觉得是中规中矩啦 然后十分满分大概会给到七分左右啦 其实我在拍摄这个影片之前呢 我有在这个 Corolla Cross 的 Group 里面 就去学问点详情啦 全部给出的 Comment 就讲后座很小 但是讲老实话这个后座我真的不觉得有哪里小哦 因为前面这边是我的标准坐姿啦 这边是前点这个就后点 可是你看哦这个脚部的空间 基本上还是有这个超过一个圈头的位置 可能宽度是没有这样宽 因为没有错但是中间坐一个小朋友 我觉得问题还是不大的 然后剩下的部分这个头部的压迫感 其实也还好你看啊 真的是超过一个圈头的 然后座椅的清贴度也是OK的 然后好像还可以调整角度 嗯是还可以调角度还可以坐鞋一点 所以其实舒适度是有在的咧 然后空间表现 你讲它很大它绝对不会很大 但是它肯定不小 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讲它的空间小 你可以就是有 Corolla Cross 的车主可以来 反馈一下吧就是为什么你们会觉得这个后座空间好 其实这个是我好奇啦 但是就舒适度而言来讲 我觉得这两个车的后座舒适度还是不错一下的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 Corolla 的内装设计跟后座的空间表现啊 走我们去看一下 Harrier 这个 Harrier 毕竟是2013年的车啊 所以整个内装你可以feel到就是有那种年代感 其实它就是一个比较旧的设计 可是它的内装的质感的部分遥遥领先 不管是门板上面的Leader 还是Dashboard上面的Leader 还是椅子上面的Leader 完全没有一个细节是输给 Corolla Cross 的 而且是赢不少的那种哦 所以这辆车坐进去就真的是有豪华车的感觉 然后这个steering 虽然讲 你也知道这个是一个很老很老的 Toyota Steering 设计 可是上面的皮革还有上面的木纹 你摸上去就是很爽 整个感觉就是坐在一辆价钱不便宜的车子里面 所以质感的部分它是赢过 Corolla Cross 的 可是这边的东西就像我刚才讲的 然后这边虽然跟 Corolla Cross 是一样出手可及 可是它完全就是那种触控式的面板 就变成你在开车的时候你要去控制的话 你完全没有那个手感就是你有没有按到 它是一个完全触控的面板来的 虽然讲在科技的呈现上面 这样子的设计真的是好很多 可是呢它就是使用起来不方便 这个就是我一直讲的这个使用者的交互界面 这一点很重要 然后因为这个是Recon 车的关系 所以它这个唱机虽然是知名音响品牌 可是就是没有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啦 但是自己要去换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它的前面也没有数位化仪表 然后这辆车也只有一部分的 Toyota Safety Sense 功能 所以如果你想要那种 ACC 那种完整的功能的话 你去找Recon 车的话就要去跟你的 这个 Seller 讲你有种植的需求 它们就会找给你的啦 这个 Harrier 是有电子收刹车的哦 它的电子收刹车在这边 然后最后要讲到这个是椅子的部分 这个椅子的部分就比较像你家里的 Sofa 整体做下去是比较软 比较舒服的 就像我刚才讲的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偏硬的椅子设计 所以这样子的椅子我反而是没有这样喜欢 但是这个就看个人哦 都是那句话 所以可是 严格来讲 这个内装设计 我喜欢它 多过这个 Corolla Cross 是很多的 摇摇领先 如果讲后座的表现哦 它的空间 它的长度 它的宽度 也是完完全全它吊打 Corolla Cross 你看这个脚步空间我完全就不用算了啦 超过两个拳头了 宽度也是够的 但是这个椅背的设计我自己就不是很喜欢 因为你看哦 它是一样可以调整这个椅背的倾斜角度的 可是我调到最斜过后哦 我觉得整个做起来感觉很不舒服耶 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啊 然后如果是我调直一点的话 这个是比较直一点坐姿 我又会觉得这个椅背的这个支撑又不是很够 所以严格来讲哦 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是 它在后座的舒适度的部分 还没有 Corolla Cross 好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自己的错觉啦 因为我该这样子一下子的时间里面 我坐了两两车的后座 虽然讲那个后座它的宽度没有那么够 可是椅子的舒适度我觉得是好过这一代 Harrier 这个就让我有点觉得奇怪啊 那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啦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讨论一下啦 那么最后我们就来讲到它的尾部啦 这个灯的部分毫无争议的 我个人觉得是 Harrier 比较好看 因为 Harrier 的这个 LED 灯 看起来就像那个老鹰的那个灼 你知道吗 所以它为什么会叫 Harrier 就是因为它是叫笋 其实就是日文的老鹰啦 所以它就有这个形状在 然后这个 Corolla Cross 呢 就比较普通一点点啦 这个就是它们主要的差别 影片的最后 14万你要怎样选 很简单 如果今天你是可能是要去见客户啊 还是你是一个生意人 你需要那辆车去凸显你的 这一个身份象征的话 Harrier 其实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外观的设计够精致够大气 内装质感也很好 然后加上它的整车行车感受呢 其实也会比起 Corolla Cross 更好 如果讲你今天只是一个小家庭 就是你主要是在你的孩子上学 然后去买一下菜 去shopping一下 偶尔Root Trip Corolla Cross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这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这辆辆车其实还是有差别 如果 Harrier 你买到这个 车车的话 车车是会给你warranty的 但是它的warranty覆盖 就不会像这个新车那么多 而这个新车就有一些部分的东西 是没有这个车车这样好的 所以要怎样去选择的话 就看你自己的需求在哪里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那么接下来呢 大家还想看哪一辆新车跟旧车的对比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我们会尽量安排 记得影片结束之前呢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